香港青年 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最近全世界的焦点都放在美国的三藩市 因为三藩市召开了APEX峰会 同时我们中国领导人也去到三藩市 除了出席峰会之外 就来到与美国总统拜登会吴 一时之间就令到这个最近好像鬼城一样的三藩市 变得热闹起来 大家从一些新闻片段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领导人在到达三藩市的时候 是受到当地华人热烈的欢迎 而三藩市又被誉为是美国第二大的一个华人社区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这么多华人在这里居住呢? 今天我们就要讲一讲 在美国开发他们的西部的时候 我们华人可以说到对美国的发展是功不可没 尤其是他们美国第一条 幻观这个东西的铁路太平洋铁路 在影片开始之前想告诉大家一件事 就是我们香港青年频道 接下来就会和一个青年团体 来到合法一个八天的纯环团 就会在12月24号由香港出发 接着就会带大家去到西安和洛阳两个历史名城那里 游览一些历史景点 直到到12月31号就会回到香港了 当中除了游览西安和洛阳两个历史名城之外 我们香港青年除了论证 还会带大家去华山论剑 除了论剑之外 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少林子那里 来到见识什么叫少林功夫 我们这个旅行团就会以包团形式 从香港出发 当中除了在华山论剑那一天之外 其余的时间全部都是入住五星级的大酒店 当中在这个饮食方面 我们除了有华山英雄宴 还有秦皇宴 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秦代秦始皇他们帝王之间的美食究竟是怎样的 还有就是当中当然不少得 试一试我们中华厨艺学院 即是星爷在那里毕业那间 看看里面的厨房煮出来的少林美食究竟是怎样的 关于这个纯环团的详情 我们下个星期就会以这个影片形式来跟大家介绍 如果大家在12月24日到31日这八日间 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纯环团的话 请你记下我大眼的Whatsapp 93483961 告诉我们先报名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赞好留言订阅我们香港青年的频道 记得按旁边的钟仔细 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条影片了 在我们说美国华人的血泪史之前 我们稍微简单科普一下美国这个国家 它基本上是一个移民国家 因为原本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的原居民 是印第安人 但是其后大家都知道 来自欧洲的移民 占据了美国这片大陆之后 经过多年以来的发展 那些原居民印第安人 已经是消失得七七八八 数量十分之少 当那些欧洲人来到这个北美洲的大陆的时候 初时他们是聚集在这个美国这片疆土的东岸 而现在的美国西岸的一带叫做西部 这一大片美国西部的土地 本来是较为荒凉的 又有高山 又有沙漠 是在美国独立了之后 掀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 才慢慢来到开发这个美国的西部 而当他们去开发美国西部的时候 都会遇到很多大面积国家同样遇到的问题 因为以美国的领土来计 现时是属于全世界第四大 就好像第一大的俄罗斯 他们这么大的地方也发展不完 所以就变成了俄罗斯的东部 靠近欧洲的地方 就是比较富庶和发达 而远东地区 靠近我们中国北面的俄罗斯地区 就是比较荒凉 全世界第二大领土面积的加拿大 也是要面对一些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所以在加拿大靠近美国的地方 才叫做发展比较好 而同样在以往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不过透过我们中国人的努力 现时这种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已经大为减少了 这样是有乃于我们中国 除了发展公路网络 也发展了很完善的铁路网络 而美国和我们中国 在地理上都有一个特点 我们中国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几大河流母亲河 好像黄河长江 或者珠江流域 这些自然形成的河流 在我们中国来计 多数都是从西流向东的 而美国就特别一点 他们的主要河流 例如密西西比河 密苏里河 科罗拉多河 大多数的河流 都是以南北流向的 在古时候 交通工具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海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运输 如果一个地方的交通运输落后的话 那个地方的发展速度是真的会比较慢的 所以大家可以从中国历史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很多朝代的皇帝 都会开作一些南北流向的混河 来解决我们的河流 由西流向东的短板 而美国他们就没有我们中国那么多年的历史了 所以在古时候 住在美国大陆的印第安人 就不懂得开作混河 要去到十九世纪初 他们的西进运动 去决定开发这个西部的时候 那些美国白人才懂得开作一些路 让一些马车去走 来解决环冠东西的这个问题 但去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 美国基本上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已经迈向了工业大国 而在1840年代 更加有美国的商人 是向美国的国会去提议 不如收据一条铁路 就环冠这个美国的东西 但是这个想法 美国的国会是没有即时批准 直至去到1860年代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期 当时在美国的东部 已经起了很多的铁路网络 但是当他们因为要打内战 要向西部方面 来到运送资源和运送兵员 去到东部的战场的时候 他们才发觉 如果没有一条铁路去到环冠东西的话 打仗是打得很辛苦的 这里真的体现了 美国的发展很多时都因为配合战争而来 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林肯 这个林肯不是姓布的 他才出台一个法案 叫做太平洋铁路法案 这个法案里面所说的太平洋铁路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那段历史 那段华工的血泪史了 1862年 美国的国会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之后 1863年 这个太平洋铁路就随即动工 而这条铁路最主体的部分 是长达三千多公里的铁路 由撒克拉蒙托去到奥马哈的这一段 就是给了两间公司来兴建的 一间叫做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另一间叫做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我们简称一间叫中央太平洋 一间就是联合太平洋 中央太平洋兴建的那一段 就由撒克拉蒙托开始向东兴建 而联合太平洋兴建的那一段 就由奥马哈开始向西方兴建 而本来预算案里面 就是预算这两间公司 在这段三千多公里的铁路的两端 开始向里面兴建的时候 就预订在太豪湖的这个位置 预订来回合 这样就为之 整段三千多公里的铁路就叫做完成 这个预计的年期 就是需要十四年那么久的 好了 我们打开地图 去看一看的话 有沙克拉蒙托去到太豪湖的这一段 是属于中央太平洋去到兴建的 大概长度就是六百多公里 而另外联合太平洋那方面 去到兴建的那一段铁路 就长达二千公里 这样一看好像很不平等 其实他们的预算里面 是考虑到这一段三千多公里的铁路 东段属于联合太平洋去到兴建的那一段 是平路为多 而西面的那一段属于中央太平洋去到兴建的那一段 这一段路多数都是山路来的 当中还要经过美国西部一个很出名的山物 叫做内华达山物 这个山物非常之险要 总要是长连即雪的 周围都是懸崖超壁 可想而知 那个兴建铁路的难度是究竟有多大 虽然从路段来说 这样看也好像是平等的 一边的难度大一点就起短一点 另外那边的难度没那么大就起长一点 但是起长一点的那一段 难度没那么大的那一段 是属于联合太平洋铁路 而这个联合太平洋 他们是具有政府的背景 在那个年代来说算是半国有的企业 当时国有企业有个什么优势呢? 人力上有优势 因为那个年代 欧洲的爱尔兰正值就是骂饥荒 爱尔兰有很多人 即是那些拜登的祖先 因为要逃避饥荒 就移民到美国的大陆 去到美国那个时期 正值美国的南北战争 所以有很多爱尔兰人 就被美国政府好像捉壮丁一样 捉了上战场 就帮美国的北方政府 来充当这个战场上的炮灰 不过这种 拿其他国家的难民 来到自己的国家 来做炮灰 帮自己国家打内战的这种做法 是当时来说 受到很多人的谴责 于是乎 北方政府就把很多 还未上战场的爱尔兰人 不如 祝他们来做苦力吧 帮忙建设铁路吧 反正这帮爱尔兰人 离乡别井 都是为了一口饭而已 现在我们给他一口饭吃 就等他建设铁路 建设好卖力 所以开始的时候 这个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 他们建设铁路工程 建设得非常顺利 那帮爱尔兰的铁路工人 在美国得到的待遇 每个月有35美元 兼且这个月薪里面 还包含他吃和住的 好了 我们说完联合太平洋那段 找爱尔兰人来建之后 咦?我们到弃屋了 到这个中央太平洋那段 600多公里的铁路 起初这600多公里 这个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是建得非常不顺利的 因为他们和联合太平洋公司 背景不同 这个中央太平洋 他是一间私人的铁路公司 虽然他四个老板 简称B4 都很有来头 其中一个 在创建这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之前 还曾经做过加州州长 他的名字叫史丹福 不过这个史丹福 他充满一个个人的偏见 他在种族上 他觉得白人至上 这一点 他和川普很相似 所以他所创建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起初只是会请白人 对于其他种族 他一概都拒绝门外 而他的设想非常完美 因为他觉得既然加州这么富庶 又是若然被他建了这条铁路 加州一定可以和当时美国最大的城市 纽约来到匹敌 而当时还没建好这条铁路的时候 大家知不知道 若然要从美国的纽约 去到加州三藩市 陆地上通行时间需要多久呢? 是需要半年那么久的 若然你说我不经陆地 我搭船行不行呢? 没问题的 当时没有巴拿马运河 若然要从纽约搭船去到加州三藩市的话 就要兜过这个南美洲 就类似苏尔士运河封了的时候 货船也要兜过很旺角 才能上到欧洲一样 这样一兜的话 由纽约搭船到三藩市 是需要半年的 无论你搭车也好搭船也好 都是需要半年时间 大家想一下 当年的加州是几乎荒凉 不过虽然史丹福的幻想是这么美好 但是现实始终是很骨感的 由于他的公司全部都是白人工人 所以这些我们简称白工人士 面对崇山晋岭的建造条件 都只能够摇头探饰 铁路的进度就追不上 另一边商的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了 大家猜猜 这个史丹福用的白人工人 用两年时间 建了几长铁路呢? 给大家提示 之前印度仔建高铁 十年建了五公里 平均两年建一公里 这个史丹福不过印度仔 他起码是印度仔的几十倍 所以两年间他只建了几十公里 但是这样的速度 如果要在十四年之内 去完成六百多公里的话 可谓是遥遥无奇的 并且他聘用的白人工人 有很多起起下就辞工要走了 说太危险了 我起不下去了 剩下的那些又跟他玩东西 天天跟他玩罢工 玩抗议玩示威 搞到这个史丹福头都带了 到后来这个史丹福想想一下 哎呀不是老了 谁知道让他想到一条屎子 因为他做过加州州长的嘛 所以他就满用他自己的权力 就在加州的监狱里面 就捉那些色囚出来起铁路 就一于令那些色囚落雨又难行 路远更难行 还要担央上阳望塔 虽然说到找那些色囚出来 上去山上去砍石仔起铁路 就总好过在监狱里坐监而已 但是毕竟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那时候的加州已经很乱了 进去监狱坐的都是一些罪犯 做得罪犯就是不想好好地努力工作 想说自己的人生靠把枪去捷径才会进去监狱 你现在叫他去做正常的工作 他又怎会做得到 所以这个史丹福这条屎子 到最后都是没用的 铁路一样是建不了下去 到了这个时候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四个老板 那Big Four里面 其中有一个叫Charles 这个Charles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他就向史丹福说到 不如我们用华人工人吧 因为当时的十九世纪中的时候 有很多华人监狱那时清朝的环境是找不到食 大家都知道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朝已经是非常之积弱的了 所以我们广东沿海地区 尤其在四一五一的地方 即现金江门市所管车的地方 就有大量的华人听到美国的加州发现金矿 就去了加州陶金 所以那个时候的三藩市 有另一个名词叫做金山 而陶金找得盆满泊满的人士 回到江门一带 或者桥乡台山一带 普遍都会被一个名词叫做金山大叔 就是这样来的了 好了 这个Charles的建议就放出来了 但是起初史丹福是不接受的 因为他带有极度个人的种族情怀 而且他觉得 喂 华人面黄骨兽那样 还要扎着鞭的当时 行不行 我那帮白人 起起下都走老了 都起不了了 牛龟那么大隻 有时这些东西 就不是说大隻也可以的 史丹福 你没有听过一句说话 叫大隻累累 就跌落坑渠 当然了 Charles就不懂这句说话 不过都懂得如何来说服史丹福 他就说到 咦? 史丹福兄 你不知道几千年前 中国人是曾经建过一个世界上最宏伟的建筑吗? 那个建筑就是叫做 龟瓦 长城咯 他们连长城都起到 有什么他们做不到的? 史丹福想想想 又是呀 起条长城的难道 真是不亚于他那条环冠东西的铁路 于是乎 就真的找了少量的华人回来一试 怎么知道一试就上印了 因为我们中国人的特点就是黑苦内劳 做起事情上来是任劳任冤 不会像那些白人那样做两做就立刻坐在那里 又叫累又要加价 当时他们出给我们华人的待遇 其实不是很好 对比起另一边商 在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爱尔兰工人来计 我们华人只能够是赚取30美元一个月 对比爱尔兰人 我们已经是每个月少了5美元的美金 但是还要不包食不包住 我们华人起铁路 就在铁路附近扎个营地 自己带食物上去煮 扎营地的工具都是自己带的 还有 连那些开作铁路、锤仔铲、锁那类的工具 都是要我们华人自己去买的 对比之下我们中国的工人 和爱尔兰的工人就不止相差5美元那么多 但是这个成本也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也是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华人做起事情上来任劳任怨 又有办法就像他们的内华达山物一样 一个长年积雪的雪山 其中有一段叫做合恩角 这个懸崖峭壁非常之险要 要在这个合恩角的懸崖上面 来开作一条路 是需要爆开山中间的花光岩 原本如果用那些白人的方法去到起 就只是一头一尾一直爆到山谷中间 就连成一线 但是我们华人工人上场之后 我们还有一些暂身的方法 就是为他们去爆发花光岩的 就是怎样爆发呢? 就是在山顶那里 油繩吊着一个窿 那个窿好像我们的街市 看到别人卖菜 卖水果那些窿一样 就是一个华人的工人坐在那个窿上 从山顶到山中间 期间他带着工具 在几乎呈九十度的懸崖峭壁那里下去 然后到达要开作的位置 就用手作作穿一个洞 来埋下炸药 但是炸药是一件很危险的东西 这样用人手埋用人手点火 一旦时间处理得不好 在埋完炸药 要点着炸药外面的道火线的时候 如果时间处理得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会有意外 例如你点完 接着我就叫阿西 阿西扯我上去 而阿西刚好是撞拢的 什么话?听不到 哦!扯你上来吗? 哇!慢了五六秒 就分分钟被炸药伤害到 所以单单在这个合恩国的这一段里 根据有历史记载的统计来说 每铺设一条铁路上的枕木 就等于一个华人工人犧牲 时至今天去到二十一世纪 仍然有很多攀山的冒险家 或者一些行山友 经过合恩国附近一带的位置 仍然会发现到 当年在铁路华工流下来的遗物 并且这个内华达山物 是长年都直雪的 总会时不时就会发生雪崩 虽然在这段铁路的环境是这么恶劣 但是自从我们华工上那场之后 建铁路工程的进度 是进展得十分良好 还令到他们国会调整了 这个太平洋铁路方案的计划 就是按照原定的路线去到起 但是是不设置汇斯点的 本来计划 两间公司分开两端 就一起向中间合拢 但是现在不设汇斯点即是怎样 即是来一场建铁路竞赛 即是说现在没有规定你们要建到哪个点 但若然哪一间公司建得快 就可以建成对家的那一段 建多了当然有额外的奖金 那时候国会给出来的条件 就是每一英里的铁路 会得到一万元美金的奖金 同时间这条铁路两边的五英里地方 那些土地全部都可以给铁路公司来任意使用 在这样的利益有史之下 这个中央太平洋公司 扯完一帮华人又一帮华人 大力地引进华工来建铁路 还将那些招工的街招 贴到加州周围都是 务求领导每一个住在加州的华人 都是看到这些街招 当时根据记载来说 他们就曾经雇用过一个叫做李天佩的华人 这个李天佩就是广东台山人 为了要招兵买马去到建铁路 就回到我们中国 回到乡下台山 回到台山的大江镇 来招揽一些乡身 个个见到李天佩 穿金大银 成个金山大叔那样 那么成功 于是乎就听了他说 就去了美国建铁路了 据记载当年专专飘洋过海到达美国建铁路的华人 有12000个以上 这个是可以去到建铁路现场的华人 都未计飘洋过海当中 有一些不见了 正所谓路有冻死骨的华人 那些已经是没有数目可以跟到的了 到最后 原本计划要建14年的铁路 最后就超了压完成 用了六年时间就建好了 因为这条太平洋铁路 去到1869年就正式合拢了 刚才也说了 由1863年开始建 所以只建了六年 但是我们华人所建的公里数 是超出了预期的 因为本来按照他们美国国会的原定计划 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 只是负责在600多公里的路段 但是当他们撤销了汇合点 进行了一场建铁路比赛的时候 我们中国飘洋过海的华工 用了六年不止在600多公里 而是建了1100多公里的铁路 而当这条铁路建好合拢的时候 对家的联合太平洋公司 他们的爱尔兰工人更加觉得非常疑惑 而且还带有点不满 搞错啊 这帮华人为什么可以建得这么快 我们埃尔兰人就是不相信他们建得这么快 于是他们就向我们的华人发出了挑战 要我们当时的华工 去为他们进行一天的表演 表演什么呢 就是表演起铁路 结果在这个一日表演里面 我们华工用了12小时 建了16公里长的铁路 即是平均每个小时 建多一个一公里的铁路 这个建铁路的速度 简直令到当时的爱尔兰工人 个个都心服口服 因为他们亲眼可以见到我们华人的利害 虽然这一条在美国历史上 这么有标志性的铁路 是贯穿了他们的东西 也为他们的美国西部 带来了发展的机遇 但是他们美国人 没有因此而感激我们中国的华工 反而在他们建好这条铁路所举办的庆功宴上面 他们还要说到 我们这条太平洋铁路之所以建得这么漂亮 堪称是这个铁路界的奇迹 这也是得益于我们加州人民里面 有四大伟大的血统 第一个包括有法国人的勇猛 第二个包括有德国人的睿智 第三个包括英国人的不屈不撓 还有第四个爱尔兰的真性情 当他们在庆功宴上面说这些说话的时候 简直对这条太平洋铁路里面 做过最大贡献的华人工人 是借字都不提 完全都没有说过半点 我们对这条铁路所产生过的功劳 那就是应验了一句说话 叫做收桥保佬就没有撕骸 那羊人杀人放火就这么腰带了 所以时至今天在美国的加州 都还有很多的华人后裔 尤其好像三藩市那样 有很多的华人后裔 他们的祖父辈为美国付出了很多 虽然这条太平洋铁路 就不是起在我们中国 但我们作为中国人 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 忘记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建构人类世界命运共同体 去作出那番努力 那今天我们香港青年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青年 拜拜